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 PD直接安装Windows 11的方法 这种方法直接从Windows 11的镜像进行安装 而不是原来的从Windows上进行升级安装 更加高效 Windows 11的镜像可以从公众号i7麦克中获取 只需回复Windows 11 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打开PD虚拟机 然后新建一个虚拟机 点蓝色按钮继续 再点蓝色按钮继续 这里已经找到了下载的镜像 再点继续 记得选择空白的Windows 确定 我这里选择软件测试模式 为了更好的区分虚拟机与本体 取个名字就叫Windows 11吧 记得勾选安装前设定 这一步非常关键不要忘了 然后是一段漫长的等待过程 我这里就跳过来 现在进入安装前的设定环节 先修改一下CPU和内存的设定 内存我这里设置到8GB 再修改一下显示的模式 选择支持Retina屏幕的显示 最关键的一步调整一下光盘的设定 第一个光盘挂打向Windows 11的安装镜像 这样开机后就自动进入了Windows 11的安装 断开第二个光盘挂打的镜像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跳不过TPM检测 点继续 开始Windows 11的正式安装 选一下习惯的无比输入法 接下来要做的是 打开命令行 进入注册表 编辑 通过修改注册表 来跳过TPM检测 我们需要按住三个键来进入命令行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打开注册表 然后需要建立一个指定位置的像 叫LabelConfigure 它是建立在LokomachineSystem Setup下面 新建一个像 名字就叫LabelConfigure 然后再建两项Deword值 先新建第一个Deword值 名字叫做BypassTPMTrack 注意大消息 值的内容为1 调整一下 接着输入第二个Deword 名字为Buypass Security Board Check 同样值也为1 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就关闭这个窗口了 点下一步 继续进行安装 接下来跟普通的Windows安装 是一样一样的 这里我们跳过序列号的输入 这个序列号可以在安装完成后再进行输入 勾选同意 进行下一步安装 选择自定安装 选择磁盘后点新建 再点应用 再点确定 最后点下一步 开始正式安装 接下来就是一些常规操作 只要耐心等待文件复制安装 系统进行第一次重启 稍等片刻 选择一下国家 点试 记得跳过网络设置 接下来就是用户名 密码 安全设置一些问题 快速跳过 然后是一番Windows11的酷炫动画 它的意思就是不要关机 这样会崩掉 再耐心等待一会 好了 Windows安装成功 现在要进行PD驱动的安装 可以看到画面并不是全屏的 这里点安装 选手动继续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继续 调整一下窗口的大小 从菜单中选择安装Paris Tools 点继续就可以了 系统会提示有个光盘 点光盘里的Setup就可以了 具体请看屏幕上的文件 双击后自动执行 启动安装完成后 虚拟机会重启一次 拖动一下屏幕 看来程序已经起作用了 分辨率会随着窗口大小进行变化 自动适应 最后一步设置一下网络驱动 打开IG浏览器 看一下网络是否正常 看一下这网络不行 随便输入一个网址看看 还是不行 打开右上角的网络设置 记得勾选默认 及共享网络方式 刷新一下看看 现在网络应该正常了 果然好了 习惯性好评 好了 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7ZIP看一下跑分如何 打开7ZIP感觉明显迅速 到底是苹果下最好的虚拟机 总体跑分在24113 今天PD直接安装Windows 11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